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我国的古迹经典中庸这本书 前面我们结合中庸的思想 分享到东西方思想里面真理观的不同 那今天我们聊聊什么是君子之道 它的本质又是什么 说到君子之道可能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道德品质 君子的反面就是小人 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狭隘的 君子之道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品质 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今天的内容有点长,请耐心看完 后面有惊喜 前面我们介绍了能否一直践行中庸之道 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关键 但这并不是从道德品质上来判断的 不是道德高尚的就是君子 也不是偷鸡摸狗的就是小人 这样就太简单了 从表象上来看 君子是能够长期践行中庸之道的人 而小人却不是 但更重要的是 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在中庸的第十一章里面 孔子说君子一呼中庸 顿势不见,滋而不毁 为圣人能知 意思是说君子按照中庸的原则为人处事 即便所有人都不知道 也要坚持而不后悔 而这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 这和第一章里面提到的君子圣读 其实有类似的意思 君子能够在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 依然保持自己的行事逻辑和处事方式 这不仅仅因为君子具有高尚的道德勤操 更重要的是 这是君子本能的行为方式 君子认为他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而不是出于某种目的 或者受到外在的压力才这么做的 按照自己的本心和本性做事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行为从一而终 在中庸的第十二篇里面 孔子说 君子之道费而饮 夫妇之鱼可以与之焉 及其字也 所以圣人亦有所不之焉 意思是说 君子之道既广博又生经 普通人是可以理解的 圣人也不能彻底的精通 这就是君子之道宏大的地方 它极具包容性 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里面去践行 但是没有人可以完全精通 在中庸的第十三篇里面说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 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 君子之道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 每个人都可以理解 也都可以实行 如果有人觉得 这种智慧可以脱离人 甚至是高于人的 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 孔子还引用了诗经里面说 君子之道就像鸳鸟在天空飞翔 鱼儿在深水遨游一样 按照自然本能形式 其实说起来容易 但想一直保持 其实非常难的 所以孔子说道不远人 他并不高深 但另外一方面 又没有人能够完全精通道 或许是因为 每个人都有认知的局限 同时也很容易受到外物的干扰 庄子在庄子求水片里面说 井蛙不可以予于海者 居于虚野 下虫不可以予于兵者 足于死野 趋势不可以予于道者 属于教义 意思是说 没有办法跟井底之蛙谈论大海 因为他受到了空间的局限 没有办法对生活在夏天的虫子 谈论冬天的冰雪 因为他受到了时间的局限 也不能对认知浅薄的人 谈论道 因为他的认知和眼界 都受到了教化的束缚 所以我们知道怎么做 和我们想怎么做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之间 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种距离 不仅仅是认知的差距 更是角度的不同 我们知道怎么做 我们想怎么做 这是主观的视角 而应该怎么做 这是客观的视角 第三方的视角 而君子之道的本质 就是做你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按照王阳明的新学思想 这就是自良知 按照本心和良知去做事 按照康德的实践哲学 这就是你在理性上 也必须这么做 良知和理性感觉是二元对立的 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统一的 那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王阳明的新学 和康德的实践哲学 我们通常认为 应该好像是一种主观的意愿 或者说 基于自己主观情感的一种行为 比如我看到小孩掉到井里面了 每个人都应该去救小孩 看到老人摔倒了 都应该把他扶起来 在孟子看来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出于每个人都具有怜悯之心 显然在孟子看来 这种行为是基于本能的情感的 但是谁又规定了这种应该呢 是天理 是良知 还是理性呢 这里的应该 其实蕴含了某种理性的必然性 也蕴含了某种自然本性 应该表示理所应当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也是必须这么做的 这其实和良知并不冲突 在王阳明的新学思想里面 我们的行为是基于良知 良知就是纯粹的一种 天然本能的道德情感吗 其实并不完全是 它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理性 因为它有个重要的特征 王阳明说 良知即天理 良知就是天理 天理我们也可以简单理解为 上天规定的原则 那既然是天理 当然具有普遍性 陈州理学说 存天理灭人欲 我们可以通过格物自知 去获得天理 而王阳明提出了自良知 认为良知就是天理 其实天理是在外的天理 而在内就是良知 但不管怎么样 它都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原则 在东方思想里面 我们并没有所谓的理性的说法 但实际上天理 我们可以理解为最高的理性的原则 所以王阳明的自良知 不是纯粹的按照个人的情感 或者喜好去做事 而实际上应该是按照普遍的原则 天理去做事 只是这种普遍的原则 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 王阳明说 五心自良知 即所谓天理也 自五心良知 自于天理四四物物 则四四五物 皆得其理也 王阳明的良知及天理 跟康德实践哲学里面 道德律令是非常类似的 康德道德原则 称之为绝对律令 也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 这种原则具有普遍性 康德认为 在实践的领域 道德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就像在纯粹理性的领域 真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一样 在实践领域的道德原则 就像在理性领域的真理一样 那这种道德原则 是怎么来的呢 康德区分了两种因果 一种是自然的因果 是自然物理世界中的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就必然性 这是物理学主导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 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 因为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 而另外一种因果是自因 也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它不需要外在的原因 而且在纯粹的道德领域 康德发现一条 人人都遵守的道德律令 那就是你应该让你的主观准则 成为客观法则 用王远明的话说 就是良知及天理 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的良知 符合天理 按照良知去做事 就是按照天理做事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里面 有三条最高的道德律令 或者道德原则 其中第一条就是 你行动的时候 主要让你的行为 同时具有普遍立法的意义 这条其实就是 你应该让你的主观准则 成为客观法则 或者让你的良知成为天理 这其实也是君子之道的本质 也就是你自己的做法 不仅仅基于你自己的主观意愿和喜好 而且应该符合普遍的天理 从这个角度 其实也是符合理性的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里面 道德的基础并不是基于个人情感 而是基于普遍性的理性 康德的道德也非常严格 比如不能撒谎 这是一条道德原则 不仅仅出于我们通常理解的道德 而是因为这条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 就像理性的领域的真理一样 相反如果一条道德原则 不像一条真理一样具有普遍性 不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 那么这条道德原则 就没有实践的意义 就像在理性的领域 如果一条真理不使用于任何一种情况 出现了一个反例 那么它就不能称之为真理 所以在道德的领域也是一样的 任何一条道德律例 都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在任何情况下 对任何人都适用 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的一面 但实际上在中国的哲学里面 王阳明的良知及天理 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每个人内心都有道德原则 都有良知 而且这种良知是符合天理的 它也应该是我们行为的准则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这就是知道怎么做 和应该怎么做之间的差别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100本精品书单 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徒 私信我免费送给你 我们下期视频